習近平主席在今年我們香港回歸25週年的慶典親臨香港 他出席了慶典和新政府班子的就職典禮 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七一的這篇重要講話 的確是發人心醒 習主席在講話中很精闢地論述了 一國兩制的歷史意義 讓我們更加明白香港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更加堅定了香港長期實踐一國兩制的信心 同時也是鼓勵香港各方團結凝聚力量 為民眾排解憂難 也讓民眾看到生活變好的希望 特別是讓年輕人有更好的發展 所謂家和萬事卿 讓我們參與建設美好家園 要實現這些願景 當然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認真學習 貫徹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精神 也把共同維護和諧穩定落到實處 今次經文聯為了慶回歸25周年 特意舉辦我們的青少年認識 基本法國一國兩制中文的精文比賽 更加顯得有積極的意義 今次參賽的作品水平的確很高 既有滔滔紅辨的議論文章 也有生活體驗的小品分享 我見到有些同學 講講他和家人 就這些議題的交談 和同學和先生在這方面的互動 我也覺得寫得非常之好 也足證參賽者對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都有相當的了解 我這裡僅此恭賀各位獲掌者